哈喽大家好,哈喽我是天 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做手机开箱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红米Note 11 Pro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手机配置 它这一次也是配搭5160Mbps的大电量 也有支持67W的超级闪充 它也是支持Samsung 6.67的AMOLED屏幕 也有支持120Hz的屏幕刷新率 还有支持360Hz的游戏高触控 这一次也有JBL的声音认真 也有支持杜比全景声 它的处理器也是用天机920 也有支持VC夜人立体散热 还有支持X周线性马达 也可以支持WiFi6 Pro的版本的话它的重量是去到207g 在颜色方面的话它就有四个颜色选择 它有黑色、紫色、青蛇、蓝蛇 这一次Pro版它就有三个配置 第一个配置的话是6加128 第二个配置的话是8加128 第三个配置的话是8加256 它也是配搭UFS2.2的储存 也支持LPDDR4X的内存 它的主镜头的话是支持到108MP 也支持8MP超广角镜头 还有2MP的微距镜头 前置Camera的话它是支持1600万像素 新卡方面它也是支持三选二的卡槽 现在在我们手上就是红米Nord11 Pro 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就有红米的logo 下方就有Nord11 上方就有一个Pro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开箱 里面就有包括它的说明书 也有附送开信卡的信卡针 也有透明的硅胶后壳 里面也有附送Tab-C to USB的数据线 也有包括原装67W的快充插头 在我们手上就是这一台红米Nord11 Pro 我们手上这个是紫色版本的 上方就有它的三颗主镜头 还有它的闪光灯 下方就有Redmi的logo 它这次的背盖也是属于AG雾面的玻璃材质 下方这个是放信卡的位置 这个是Tab-C的充电插孔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底部的speaker 这个是3.5mm的耳机洞口 这个是红外线的sensor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JBL的认证 这个是上方的speaker 侧边这个是音量按键加跟键 下方这个是开关机按键 也就是指纹解锁的地方 这一次的镜头模组也是有点稍微的突出 下巴也是属于窄边框的下巴 它也是属于中央式挖孔屏的camera 它处理器的话是去到霸盒 最高可以去到2.5GHz 它的MIUI版本的话是用到MIUI 12.5.12的稳定版 在色彩风格里面它就有三个模式 第一个的话是生动 第二个是鲜艳 第三个是标准 屏幕刷新力的话它可以支持到60Hz 最高可以去到120Hz 它也是可以支持内存扩展 最高可以扩展多2GB的ram 这个是它主镜头camera 这个是广角镜头camera 它Zune的话最高是可以Zune到10倍 它的录影画质的话是可以支持到720p 30帧 最高可以去到4K 30帧 这个是它专业模式 这个是它人像模式 更多里面它可以支持夜景 108MP超清失效 短视频 全景 文档模式 Blog模式 慢动作 延时摄影 AI水印 长曝光 这些都是可以支持得到的 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 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 这个是在比较暗的情况之下 拍摄出来的夜景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108MP超清失效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前置的人像模式 这个是开启了后置主镜头 1080p 6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前置的camera 1080p 6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在安兔兔跑分里面 它可以跑到431,400分 打开设置 画面设置 流畅最高是可以去到极限 均衡最高也是可以去到超高 高清最高也是一样可以去到超高 HDR高清也是一样可以去到超高 超高清暂时不支持 我们要测试 所以我们也是把所有的效果全部打开 然后我们确认修改 红米Note系列一直都是小米手机销量卖到最好的一个系列 主要就是因为红米Note系列都是主打性价比 如果对比其他品牌在相同价位上面 还是红米Note系列的配置会更加的优势啦 而且红米Note10 Pro也因为销量太好 一度卖到断货的情况之下还骑了马币100块 我们都知道手机只会越卖越便宜啊 从来也没有想过手机还会卖到起价 而且起价了还是一样的缺火 就不知道这一台红米Note11 Pro会不会像之前上一代红米Note10 Pro那样火爆啦 最近也有很多朋友问到这一台11 Pro跟我们之前开箱的红米Note11 Pro Plus有什么差别 其实两台手机主要差别的话就是在快充还有电池 11 Pro Plus的话它是用了120瓦的快充再配上4500Mbps的电池 11 Pro的话就是用了67瓦的快充 但是它的电池就比较大 它的电池是5160Mbps 也因为电池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11 Pro的手机会比11 Pro Plus来的重一点啦 除了这些差别 其他配置上面都基本上一模一样 最后我们总结 如果你对手机快充的速度有要求的话 就可以考虑拿红米Note11 Pro Plus 如果你想要手机电池容量比较大 可以让你长时间使用手机的话 就可以考虑拿红米Note11 Pro 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一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Shopee链接 来去我们Shopee做这个下单 最后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有开了这个YouTube频道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赶快来帮我们去做一个订阅 因为你订阅了之后 如果我们只有上新的影片 做新的直播 你都会在第一个时间收到这个通知的 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